卡塔尔世界杯上 布莱顿中场迈卡利斯特 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他帮助阿根廷时隔36年 再次拿到世界杯冠军 其实在布迪沙特队之后 阿根廷别说夺冠了 就连小组出现看上去都费劲 从那时候看 阿根廷队真是憋屈 中场位置缺少了小洛之后 球队的实力受到了影响 斯卡洛尼当时十分想念 受伤无缘参加世界杯的小洛 结果是完美的 阿根廷队竟然出人意料地 成为了世界杯冠军 从输沙特到夺冠 阿根廷重用一人扭转乾坤 低调先生比小洛还好用 斯卡洛尼的关键调整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与沙特队的比赛之后 阿根廷队对球队首发进行了微调 其中 哥麦斯的位置 被英超布莱顿球员 麦卡利斯特取代 其实在世界杯开始之前 阿根廷球迷并不看好麦卡利斯特 认为他也就是英超保级队的球员 十分平庸 认为他去了卡塔尔 也是坐穿板凳 认为他对阿根廷队的帮助有限 结果 从第二场对着墨西哥队的比赛开始 麦卡利斯特一路首发到决赛 连踢了六场比赛 而阿根廷队也以六连胜的成绩夺冠 当阿根廷队夺冠之后 想必麦卡利斯特的名字还不够响亮 当人们谈论起阿根廷队的夺冠功臣时 第一时间基本都是想到了 梅西、大马丁、迪玛丽亚、奔佐等人 难以想到麦卡利斯特的名字 但是实际上 麦卡利斯特是一位幕后功臣 他的作用不可估量 麦卡利斯特身高只有1米76 体重只有72公斤 从麦卡利斯特的体型上来看 他又白又瘦又矮 看上去若不经风 但是麦卡利斯特却是阿根廷队 小快灵球员的代表 球风勤勉低调 灵桥跑不死 至于麦卡利斯特的表现 究竟有多么出色 与法国队的决赛说明了一切 那场比赛 麦卡利斯特的传球成功率为85% 他送出了一季精准职赛 帮助迪玛丽亚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第二类进球 此外 麦卡利斯特有三次射门 两次过人全部成功 完成了一次抢断以及一次拦截 尽管麦卡利斯特个子不高 但是他勇于对抗 完成了七次投球争顶 有两次成功 空中对抗成功率偏低 但是却对对手进行了极大的干扰 对方即使强到第一点 也难以完成输入的传球 另外 麦卡利斯特本场被犯规三次 麦卡利斯特本场出战了116分钟 他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小小的个子 大大的能量 在其余的五场比赛中 他也是这样踢球 还在对阵波兰队的比赛中打尽一球 尽管麦卡利斯特没有身体天赋 但他十分的努力 完美弥补了小洛确症的遗憾 阿根廷队的夺冠之路 从麦卡利斯特首发开始 麦卡利斯特出生于1998年 现在效力于英超布莱顿足球俱乐部 麦卡利斯特的父亲卡洛斯·麦卡利斯特 也是一名阿根廷前国角 曾效力于伯卡青年队 还是球王马拉多纳曾经的队友 不过相较于他的足球生涯 他的正直生涯更加璀璨 老麦卡利斯特13年成为阿根廷议员 更是在15年成为阿根廷的体育 教育娱乐部长 所以从麦卡利斯特被选入国家队开始 靠低上位的质疑声就从未停止 但是麦卡利斯特用自己的表现回击质疑 在阿根廷对阵波兰的比赛上 麦卡利斯特通过自己的进球打破僵局 让自己的偶像梅西一扫发丢点球的一霾 他自己也当选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总决赛上更是首发出场 成为布莱顿历史上第一位出战世界杯决赛的球员 并且助攻迪玛丽亚破门 最终帮助阿根廷队摘得大理神杯 麦卡利斯特上周一抵达布莱顿 他刚进入布莱顿的剧斗部的大厅 就在那里遇到了所有的队友和员工 所有人都为他鼓掌 欢迎这位英雄的回归 在世界杯结束之后 参加决赛的阿根廷主力 像恩佐 麦卡利斯特 德保罗等等这些人 都成为了抢手的香波波 但愿他们不为名利所累 继续踢出美丽的足球